好的 入夜之後高雄市的風雨明顯變得更強了 那其實記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高雄的光華夜市 而其實這邊原本是高雄人的宵夜勝地 不過其實現在因為風雨的關係 許多的商家都是提前打烊甚至是沒有營業的 那我們來聽一段稍早的訪問 差不多平常的一半 還是有點影響就是了 對 沒有出來 人都沒有出來 都在家裡 我在等台翁進來 他不進來 好幾家有的都提早 沒什麼人都提早打烊回去 有好幾家 剛才都有好幾家 雖然有許多攤商是沒有營業的 不過還是有民眾趁著風雨比較小的時候來到這邊用餐 那的確生意是有稍微受到影響 不過老闆也說已經提前做好了這個房台準備 像是攤位都已經利用繩索固定住了 因此接下來也不會擔心颱風來臨時 這個風雨會把攤子給吹走 那雖然在3號這天全台都是放了颱風架 不過山陀兒持續逼近台灣 民眾還是要特別留意 沒事的話千萬不要出門 以上就是目前掌握到的情況 不怕我被開了 2號 1號 2號 2號 3號 4號 2號